一千年前 无数帝王高官 深深沉迷于这种黑色的石头 赏万块起始背后 隐藏了收藏家 怎样的艰辛与付出 敬请收看 作品中国五十集系列片 一方收藏 第37集 千年灵弊 一二三 一二三 这是安徽省灵弊县 鱼沟镇附近 我们拍摄到的一次 现场交易 金牌中几个人争执不下 互不相让 而地上几块不起眼的石头 竟是他们争执的对象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这位叫王湛东的先生 最终胜出 刚出土的几块石头 被他以十一万八千元的价格买下 在玉沟镇 像今天这样的交易经常发生 在这里 一块灵弊石卖价几万 几十万 毫不稀奇 当地很多人 因为收藏和经营灵弊石 身家超过百万 有的甚至已拥有过亿资产 灵弊石 究竟拥有怎样 勾魂射破的魔力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人 为之痴狂呢 灵弊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 因此地山川灵秀 有时如璧而得名 一千年前 这里出产的灵弊石 便已名扬天下 历史上南唐后主李日 北宋徽宗皇帝 以及大文豪苏东坡等 许多帝王高官 都曾为之深深痴迷 为了搞清这种石头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驱车前往灵弊 拜访了灵弊石 收藏家 王湛东先生 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灵弊石 王湛东带我们来到了他的石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珍藏的一些灵弊石精品 他们与挖掘现场那些沾满泥土的石块截然不同 看上去质地油润细腻 原来上好的灵弊原石 只要把表面泥自污垢清洗干净 用手摩擦起下 就会呈现出有黑发亮的本色 这个石头是藏黄墓地里挖的 也都保持着原始状态 就是没经过任何刷写 你现在看到上面这种黑色的 你看点点像黑色的 这都是来自这手摸摸摸摸摸 摸出来 把它点上摸出来 就是说这个拿手摸就能把它摸出来黑色 王湛东告诉我们 灵弊石最奇特的地方在于 它们签字摆摊的形状都是天然形成的 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 石管中的一块巨型硅纹石 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这块是灵弊石的一种比较代表性的 叫硅纹石 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品种 硅纹石 也就是说它的花纹比较像乌龟 乌龟像画画里面看过 一圈圈的灰纹 就是这种形状 至今这种文理是如何形成的 还真没有人有科学依据地说出来 它这个是象形石 这是它的头部 这是灰壳 那边是一个 感觉这块石头好像已经有包浆了 是年代很长了吗 这个大概有近20年了 大家经常在这看的时候手抚摸 抚摸以后身体上这种汗 附着在上面给工具氧化 形成一种包浆 时间越长越滋润 看了非常舒服 您当初多少钱手来的这块石头 在那个时候是一万多块钱 二十年前一万块钱 对对对 已经很厉害了 对很厉害了 因为现在的市场价这块石头也要三百万多 因为大家都想收藏 我意思 因为都知道这种石头名贵 所以这价格 这个地增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王湛东说 即使现在灵壁石的行情如此火爆 但他也不愿轻易卖掉任何一块石头 每块灵壁石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这是唐代著名画家闫立本的画作《直共图》 描绘的是唐太宗时一帮来朝的景象 画面上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连寻怪石 占据了不少篇幅 不难看出那时赏识之风一颇盛行 到了宋代 由于一些具有艺术气质的文人介入 赏识从最初宫廷的浓诺重彩 转向了质地纯净 色彩清黑的灵壁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 历史悠久的灵壁石收藏迎来了又一轮高潮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寻石、藏石、赏识的行列 灵壁石的价格不断走高 那么从千七百怪的石海里找上精品 需要怎样一双火眼金睛呢 作为中国观赏识协会 以及剑瓶石的王湛东 给了我们一些建议 中国观赏识协会的剑瓶标准上 就明确地写出形、质、声、色、文、韵 这个声音呢是灵壁石的一个特效 别的石中它没有声音这一项的评分 权重的评分 灵壁石形状它比较大气的 表现力比较强的 色彩比较纯正的 颜色非常非常 就是单一的颜色就非常纯正 两种颜色就反差比较大 声音呢一敲非常远就代表它的硬度比较高 意境呢是你对这块石头产生的一种概念 就是它给你传达这种信息以后 你能了解它 它深层次能蕴含那种异味 有一种异味深藏的感觉 如果是象形式 一定要注意它的比例要幻整 在山形式呢叫它落脚 你要注意它的层次感 山风的变化 在灵壁石收藏界 王湛东可以算得上是一位 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多年的玩史历程 已将它锻造成了人时合一的高手 然而王湛东走上灵壁石收藏之路 却是因为二十年前 一个偶然的机会 朋友呢偶然之间送我一块石头 我放在那个案头上面 有个这个 经常来的老主顾 他看到我这个小石头 他说湛东 这个石头多少钱 卖给我吧 我说这是朋友送的 这不能卖 但是你说个价格 我说不说价格 他会给你三万 当时听了以后呢 我自己并不认为 认识到这个石头到底 它价值多少 出于一种保守心理 我说算了不卖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石头特别有意思 它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价值 此后王湛东与灵壁石 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迅速掌握赏识知识 寻觅好石 王湛东 常常置身前往灵壁石矿区 在那里一待 就是整整一天 早年的美术功底 使王湛东对赏识文化迅速吸收 开始玩石 没有几个月 他的见识水平 已经让一些入行许久的石友 赞叹不已 1995年 王湛东得到了一块灵壁石 至今仍是他最喜爱的 他还可以用红木 为这块石头 定做了一个宝侠 看似普通的石头 经过王湛东调弄之后 身价倒增 杂草丛中随意堆放的 林寻怪石 竟是西式珍宝 请继续收看 千年灵壁 这是一块典型的小灵壁供石 是我最心爱的一块石头 我给它起名叫幻云峰 它像云林石谱里面的小幻云 因为它的空间变化 具备了灵壁石 太古石所有的美学特征 它这块石头 是属于无根石 什么叫无根石呢 就是夹在两块大石的中间 经过不同的水流 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角度 对它进行无硕色的冲刷 形成这种玲珑剔透的感觉 这种无硕色 不同角度的冲刷 对于石头来说 它也就像经历了很多次的磨难 也寓意着任何一种成功 绝不是果然的 它要经过很多历练和磨难 散落在河流与高山中的灵壁奇石 在大自然亿万年的造化下 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方子 然而并不是每一块石头 都能让人一眼看出 它的价值所在 在灵壁有很多故事 讲的就是 有些看似普通的灵壁石 经过高手慧眼石宝 一番调弄之后 成为精品佳作 身价倒增 在王湛东的手中 曾经就有过不少这样的传奇 这个石头名字叫昆鹏展翅 它像 它这两个像鹰的翅膀 就是鹰头 表现这个鹰在高空中盘旋飞翔 当时在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 这个石友他卖的时候 它是用这个点和这个点 卡过来 当成一个碧雨 就像一个过桥一样 像过桥 这两个点 过桥一样 但是我感觉呢 它上面这一块 这一块 它像一个头部 正好这个水花 这种水花呢 就像鹰的翅膀 它在身体这种羽毛的感觉 像被风吹动的那种感觉 这个地方卷曲上去 这种感觉 给我们看那个动物世界里面 那个鹰在高空盘旋的时候 这个被风动力 把这个翅膀翻转起来 那种味道 所以我觉得是动感 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身上的这种皮色 里面微微透出一种黄色 它就真实当中的这种 稍微带着 要斑点了 这种感觉 又非常接近 昆蓬展示 原来被人倒着放 只是一块极普通的石头 谁也没有看出 它的特别之处 王展东 以一千元的低价 将它收来之后 设计成现在这副模样 意义全然不同 市场价也比原来高出了三百多倍 网站中告诉我们 灵壁石不仅造型奇特 质地坚硬也是一大特点 消极能发出清脆悦耳的 金石之声 对 大部分的这个 它都有非常悦耳的声音 每一个部位都能想 对 它有的声音还不同 对 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 造就了如此奇实呢 灵壁庆石山一带 是灵壁石最主要的产地之一 多年的开凿 临山体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泡面 然而 这里出产的石头 并不是我们之前所见 以奇特造型取胜的 灵壁观赏石 而是另一类 可以发出声音 制作乐器的灵壁庆石 像这一块一层一层的 它这种层石 就是我们所说的庆石 所以我们所说的庆石片 就是出于这 大概在这一流 这一块 低效运动 把这一块下面推积上来 但是在三角压那块 都是一块块的这种毒石 就单独成型的 成一块石 那是正宗的灵壁观赏石 这种叫庆石 稍微大的 应该动作也比较好 庆石在古代 是制作边中边庆的上好材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 湖北江陵出土了大量 楚国边庆 经专家考证 这些乐器 就是用灵壁庆石制作的 用灵壁庆石制作的边庆 低音浑厚 高音明彻 美如天籁之音 由于观赏类的灵壁骑石 与庆石质地相同 所以也能发出 清脆悦耳的声音 地质学研究表明 约八亿年前的震弹季 灵壁这一带 是一片浅海 在沉寂作用下 发育了各类灵壁式矿体 之后 经过漫长的岁月 地壳抬升 水浸酸石 岩浆喷发 等一系列运动 形成了山脚下 骑石相对独立 山坡上 庆石层层的 奇特景观 由于王湛东较早涉足 灵壁式收藏 到目前为止 他已收罗了 近万块灵壁骑石 在我们的要求下 王湛东带我们 来到了他的一个 原始库房 这个是我最早期 但是就是15年前 那一批收藏的石头 这一看就是时间很长了 有这么多藏 这里面的品种非常丰富 你看这再来到 这是绿玉 绿玉是非常少见的 那是红彩玉 红彩玉 其中这一块价值非常高 像这块是个 因为你看到这上面吗 这是黑色的 这是红色的 红色和黑色相间 它的色彩散场 非常大 非常漂亮 黑红相间 红色非常红 你看这里面空洞 是密布的 全是空洞 这种空间表 非常棒 这里面都长了草 这里面的空间表 就是草已经从这个洞里面 长出来了 说明它是和地底下是通着的 是 现在全部它都是贯通的 人家说你有一两个洞 已经非常费为了 这上面有几百个洞 这是正宗的 红彩玉 这石头你现在看 它上面表面是灰色 稍微带点红 我浇点水 它就能看出它的颜色 这个色彩 黑的是黑色 它刷出来以后 它的效果更好 红彩更清晰 这种石头是非常珍贵 因为它从色彩上来讲 它就更丰富了 而且它的色彩非常垂直 纬米非常漂亮 这个是一个 像是一个三星石 应该是放到大厅里面的 一个三星石 王湛东告诉我们 这块石头 是它15年前 以一万多元的价格收购来的 如今 像体量如此庞大 色彩与空洞变化 巨佳的花铃币 市场上极为罕见 据它保守估计 这块花铃币的市场价 要超过一千万元了 神秘库房 第一次对媒体开放 一块传统共识 多次获得国内外各项大奖 请继续收看 千年零币 王湛东接着又带我们参观了 院子角落里 一处极为隐蔽的库房 带你去一个 我的一个 封存很久的一个库房 这种库房 是我最早期 这里面都是当时非常稀有的品种 现在这样的时候都找不到 你看这边 这边这些商品呢 都是最早期买的 当时买的价格都非常低 我这边是个很多 你看啊 像这样的锅条 像这种上面石花 基底都非常棒 这是珍珠石 你像这种珍珠的构图 树密关系这么好的 都非常少见 这是柴域 中间在动 这种柴域 这个石头那时候买 大概就是两百两三百块钱 现在这样石头都花几万 你看这边还有几块 你看这一块 这个石头 你看 你看 鱼环 它像一个大鸟 带着小鸟 比方这个 这个空间 这个洞非常漂亮 刚刚发出来的时候 我一看这个石头有点意思 因为当时它放的角度 是从这边放的 我一看翻一下 我一看 感觉这个有点像个鸟 有点掀起来 把它掀起来后 我就弹弹架 那时候价格都非常低 那时候也就几百块钱 就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记得 我喜欢石头 我肯定能记得 它当时在什么情况下 都是有影响的 这里存放的石头 大多都是王湛东 早期收藏来的 他们当初的价钱并不高 但个个都是精品 然而 在王湛东的收藏历程中 并不是总能捡到便宜过 有一块石头 就让它犹豫了很久 这个石头 在青年朵 这在2006年的时候 当时我到丁城那个地方 看到这块石头以后 因为它的药价非常高 我当时要10万块钱 最低8万不还价 因为在当时的8万块钱 可以购买一个150平米的一个房子 去买这一块石头的话 确实家里人是不同意 晚上睡觉睡不着 老公那里翻软软去哀声叹气 老婆就问我 你怎么了 我说你这么好一块石头 我特别喜欢它 他说你觉得非常好 那我们就买下来 所以第二天 我给我老婆把钱我拿出来 我到那里来买下来 因为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种寓意 因为莲花是高节圣节相当 而且你在仔细观察的时候 我刚才说的莲花 它有一种柔性之美 你在观察的时候 它有一项一个拳头 这个拳头有刚性的 刚性的一种概念在里面 拳头攥起来 叫圣怨在握 它也比喻着一种 就是有自信心的一种 男人精神 我是这样去考虑 王湛东说 刚入航时 他看一块石头 关注的是灵壁石的形状 质地与纹理 如今他可能更看重 石头所传达出的韵味与内涵 也有人问我 这块石头现在有价值 这不是当时一套房子 现在也能值几套房吗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文化属性 要远远超出它的商业价值 因为在商业层面来讲 它只是讲钱 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阐述它 它这种概念 已经是 不是简单用金钱的衡量 最初王湛东搞收藏 看重的就是灵壁石巨大的生殖空间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 它加重的藏石越来越多 但面对莫名前来 收购灵壁石的藏友们 执着的王湛东 却是一再拒绝 多年对灵壁石文化的研究 已经让石头成为了 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0年初 王湛东在灵壁静石山 会演时的一块传统共石 这块石头被中国地质图册 选为灵壁石的代表 先后获得了各项 骑士博览会大奖 这是一块典型的灵壁共石 因为这个灵壁石 是中国四大传统名石 所谓传统石 就叫云头与角 就是上大下小 它上面这个空间变比较大 下面到下面收下来 这种石头呢 它产地产在灵壁静石山 属于正宗的灵壁静石 它这种空间变化 给整体的石头 把一个非常臃肿的石头 就因为这两个洞 把它变得轻盈了 青岛有一个石友 在看到这个以后 他就想要这块石头 出了非常高的价格 但是我们家人一家 想把这种最好的 就认为能传释的东西 尽量能留下来 到有一天 我自己的能力 我就自己建造保管 如果自己实在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这个耗资非常庞大 如果有人想投资 想建一个 宣示灵壁石文化的一个产业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石头 这些产品 都有一个最低价格 就类似于送给它 它是 只要它不是作为商业行为 我都想把这些东西能留下来 交给一个最可靠的人 让他们把这种文化 继续传承下去 如今 在宿州民俗博物馆中 展出的所有灵壁石 都是来自王湛东的私人收藏 前些天 在渝沟镇静拍而来的灵壁石 也装上底座 陈列了出来 王湛东说 几千年来 灵壁石文化博大精深 他希望能有越来越多 赏识爱识之人 加入灵壁石收藏的行列 与他分享 其石带来的快乐 有着天下第一石美誉的灵壁石 即形 智 声 色 文 诸美誉一身 在远远流长的中国石文化中 占有重要地位 在王湛东的展示里 这些珍贵的石头 默默讲述着穿越时空的传奇故事 静静地散发着中国石文化的无穷魅力 一片神秘的滨海湿地 一种守护家园的树顶 它如何影响近海湿地生物的生存 又如何守护人类的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